1903年12月 日俄两国因为侵略中国的分赃不均 在中国的旅顺打起来 大清朝的慈禧太后一听 怎么着 小日本和俄拉鼻子在我们中国开上火了 这还得了 于是龙岩大怒 为了维护我们的民族自尊 为了保持我们中国的和平 下令所有的军队保持中立 时事噪音行 在乱世中间出了一个陆林好汉 庞大虎 吐起蓝店脸 挂上红胡子 率领地形们在日俄的队伍 过了以后趁火打劫 烧杀银掠 胡作非为 清朝对日俄战中可以置之不理 对红胡子可不能不管 于是派兵围剿 庞大虎呼东呼西 审出鬼没 地形们都是要牵不要命的恶汉 再加上庞大虎枪法如神 百发百证 一个东里藏身 啪啪两枪 把总兵和副将冒上的红鹰打掉 只吓得清兵清将 屁滚尿流 俄国的总司令 要他帮忙打日本 每天上一万卢布 庞大虎对地形多熟悉 突然的杀出来 日本人还以为是天兵天将 逼得他们签了日俄条约 俄国的沙皇 亲自为庞大虎 带上蓝宝石大勋章 并请他在圣彼得堡阅兵赐验 于是大土匪变成了大军阀 在山东上做上了大都军 老天爷也真是对得起他 这山东全境 三个月没下过雨了 商人第一天 一支球语队伍 挡住庞大虎的去路 一群酸臭腐朽 烧香拜佛 知夫者也 者也知乎 记诸头 拜龙王 摇头晃脑 名曰奇雨 庞大虎闻之大怒 砸了香路 将龙王臭骂一通 并扬言 如果三日不下雨 他就要炮轰龙王庙 无巧不成书 三天后傍晚 大炮响了 大雨也随即而至 因此 庞大虎便被马皮精们拍上了天 庞大虎也乐意 第二天就贴出告示 要亲自升堂 替济南城父老乡亲主持公道 这听官兵敲锣打鼓 扯着嗓子喊 庞青天来了 有仇的报仇 有冤的报怨 很快气氛闹起来了 关于庞大虎的各种传闻 也在城里传开 有好事者说 这庞大虎啊 是个糊涂蛋 他连自己有多少姨太太都不知道 有基本的 有特约的 还有临时的 有跟他撕了合同的 有发点请病假的 不要说姨太太不知道 他连自己有多少军队 有多少钱 也照样糊里糊涂 一旁的老者提醒 别的倒不打紧 只是他审案子的时候 一定要留神 他有个习惯 叫摸头杀 要是他摸东摸西 最后一把往后码 那犯人就算命大 要是他摸完头顶 最后一把往前码 那就是要枪毙啊 庞大虎过堂的第一个案子 是个强奸案 小叔子强奸寡嫂 女人叫高白氏 18岁嫁到高家酒房 没到两年 丈夫就病死了 他尚无公婆 下无子女 只有一个 不大不小的小叔子 本指望将他养大成人 老来有个依靠 却不从想 这小子吃人饭 不拉人尺 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 庞大虎扭头看了看 骂道 看你小子就不是好人 一旁的掌柜也说 畜生 简直就是畜生 据高白氏说 自从丈夫死后 他就一个人操持酒房 酒房是太公共留下的 不算大 家里只有三个伙计 长公叫纪波长 纪什么 庞大虎打断问 高白氏一字一句的解释 纪 博 长 庞大虎傲了一声 纪白长 听着就很能干啊 除了纪波长 另外家里还有一个 打砸的小粒巴 叫小二哥 然后就是掌柜老洞 在柜厂已经三十多年 是太公共的把兄弟 纪念六十四 事发那天 是纪念六月二十四 小叔子从村里烧信回来 那天放暑假回家 照理应该早晨到的 可是 都快下午四点了 还不见人影 高白氏心里实在担心 天气热 心又烦 一头一脸的汗 当时高白氏一个人在楼上 索性就把外衣脱了 这样凉快些 干活也利索 可没想到前脚刚拖 后脚小叔子就到了 直接扑了上来 高白氏奋力反抗 奈何细胳膊细腿的 最后还是被他侮辱了 不一会儿 掌柜的和纪波长听到动静 当场将其抓住 扭送官府 庞大虎怒目远中 吼道 网八蛋 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枪毙你浪费子弹 最好自己挖个空活埋了 高白氏复合道 对 把他活埋了 叫他自己挖空 这话声音极大 丹田气十足 在大街上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相比之下 小叔子喊冤的声 比小姑娘都小姑娘 庞大虎叫住 就这样拉出去 不分青红早白 岂不是草管人命 哪里冤 说说 据小叔子说 那天是6月24 他本想赶早上的火车回家 不料出学校时 拉了东西 回去拿耽误了 最后坐了 上午的火车 傍晚才到家 那天天气很热 走一路 衣裳都汗湿了 放了行李后 本想到后院搭水洗澡 突然听到仓库里有人叫 进去一瞧 好一对狗男女 小叔子超级扁带要打 不想 反便的高白氏反咬一口 这才被送到官府 高白氏声弱红中 王八蛋 你冤枉好人 你不得好死 庞大虎附和道 闭嘴 救他妈的是你小子 还想狡辩 话风一转 庞大虎问高白时 他进去了吗 进去没进去 处理结果可不一样啊 强奸案分三种处理 第三种语言调戏 动动手脚讨小便宜 没吃大亏 这种呢 半个月紧闭 第二种大动手脚 撕破衣服 伤了人生 这种呢 一百军棍 压上三年五载 第一动可就厉害了 要是进去了 直接枪毙 高白氏突然哭起来 进去了 真的进去了 庞大虎问 那我验一验 高白氏说 尽管验 要是有一句不属实 任你处理 庞大虎一声令下 一旁的士兵 放下枪 脱了衣服就上 奈何高白氏力气大 两人闹了半天 反倒士兵吃了亏 庞大虎尖壮 又叫一个 谁知道 俩人哄吃半天 连个衣服都没解开 事已至此 高白氏无话可说 纪波昌一看 高白氏认罪 他也马上软了下去 庞大虎 骂骂脑袋 你击败长 你的命不长啊 枪背的狗男女 庞大虎当庭释放小叔子 不仅如此 还送了二百大羊 祝福其 好好念书做人 这一审 审得漂亮 审得精彩 审得几年成百姓 心服口服 庞大虎的名声 一时间炸弹似的传开 早年帮俄国人打日本 就不说了 没想到当了地方大员 也当得有模有样 各路势力蜂拥而至 八截的任从早排到晚 俄国人就不用说了 日本人也来了 在庞大虎老爹的寿宴上 还有各路省长 各路司令军官 可谓高棚满座 对了 风名华北的小兰芳 也被请来 好戏连堂 那场面比北京城都热闹 明面上热闹 暗地里也没消停 庞大虎的姨太太们 勾三搭四 墙角花园水池子 偏屋仓库大龙床 高潮迭起 不笑多说 要说庞大虎是个糊涂蛋吧 她却粗中有戏 姨太太再多 玩过了就从烂逃 懒了管 且看这小兰芳 出水芙蓉 简直是个仙女 俗话说的好 宁吃鲜桃一口 不吃烂桃一框 小兰芳父亲听出意思 马上回绝 说还得赶回开讽 庞大虎哪里管 大手一挥 今天不走 我请夜宵 不知不觉 已到日落时分 宴席吃完 宾客散去 该聊的聊了 该吹的吹了 该准备吃桃了 参谋长眉头一条 先桃齐背 就等你上桌了 小兰芳父亲 不是不同意吗 参谋长有的是法子 喝酒吹牛 聊聊国家大事 男人这种东西 一聊大事就嗨 万万没想到 这小兰芳性子刚烈 哭天抢地的喊 不要钱 不要珠宝 什么都不要 就要走 小兰芳老夫听到 赶紧往楼上跑 见面就骂 网八蛋 什么狗屁大嘟嘟 庞大虎好事背坏 心生恼怒 连开三枪 闹成这样 什么兴致都没了 庞大虎骂骂咧咧的嘟囔 看着小兰芳说 给他两万大牙 赶紧给我滚蛋 虽然革命经推翻了 满清政府 成立了中华民国 可是在北伐战争之前 中国就没有这种统一过 一直都是军阀割据的形式 他们忠权夺势 经常是炮火连天 他们打仗的目的是为了忠夺地盘 忠夺地盘的目的是为了搜刮民财 搜刮民财的目的是为了扩充军队 扩充的军队再夺地盘 再刮民财 再扩充军队 总而言之 谁的地盘大 谁的军阀也更大 前线两军炮火齐发 拼命地流血 而后方军勇里 两军的总司令 也杀得松松震耳 一个劲地流汗 庞大虎连输三把 几千两银子没什么 脸上实在挂不住 中脑呢 参谋长来报 军队已经推到海淀 明天一早就能打进西子门 张大帅叹气 我这赌场得意 妈的战场失忆啊 庞大虎眼珠一转 赌个大的吧 赌北京 我要是输了 撤兵东陵 永不进京 你要是输了 撤回奉天 永不进关 张大帅立刻答应 反正北京不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 赢了是赚的 输了宝本 话音刚落 七对 自摸三 有机会 得 又是个憋石 撤兵吧 庞大虎的军队 就这么撤回东陵 一个个莫名其妙 都说 都骂 骂的没军饷了 怎么还撤了 晚上吃什么 喝他妈西北风去 就在这时 有人提出 北京城进不去 炸开东陵不是一样吗 别的不说 就是这西太后慈禧 传说他的陪葬品 足足有半个国库 庞大虎一听就来精神了 炸 马上炸 还懂什么 参谋长摇头 明目张胆的挖坟掘墓 总是不好听嘛 丢个油头 四太太撇嘴道 这好办 我们女人总爱争风吃醋 你们也贴个告示嘛 就说老蟹和老周中宠 在东陵开上火了 参谋长巴掌拍的啪啪响 好极了好极了 就说为了百姓的安全 东陵附近禁止通行 竟有鼠背红行 混入市区捣乱 军方负责清理 本区实施戒严 东陵更不稳定 两团争风叛变 三日地能堪平 足不出户为安 有不识字的百姓问 上面写的什么呀 识字的百姓说 不出门 就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事业 老周老蟹两团 炸开地宫大门 却不料 瞬间万箭启发 排头的士兵死伤无数 早就传言里头有机关 果然如此 大家心提到嗓子眼 一步三回头 每一步都是心眼 约莫到晚上十点多钟 工兵才终于打开领口 找到慈禧的官国 里头珍珠玛瑙 翡翠玉石 一等一的真奇 要说 最真奇的 还是慈禧嘴里的夜明珠 为取出之时 尸体完好无损 一经取出 尸体马上腐败溃烂 忙活一夜 金银财宝 抬了种种六大车 庞大户马上下令 生老周老谢为旅长 俸禄加倍 俩人感激不已 嘿 都是分内的事 参谋长摊开手掌一看 不仅旅长 我看师长都有希望 除了金银财宝 老周老谢 还拉了一大车龙袍 庞大虎夜不能寐 一件一件的事 一件一件的穿 脑海里有个声音在喊 有事起奏 无事退潮 乙太太也说 夜里经常做梦 起来一看 身边变成一条龙 一条金龙 闪闪发光 不知不觉 一到此地半年有余 每天忙忙叨叨 很久没审案子了 县长说 记了几百件案子没发审 有土匪抢劫的 有妇女离婚的 都吵吵要见庞晴天 庞大虎满脸嫌弃 我是天天给你审案子的吗 废物 都是废物 次日一早 庞大虎一露面 就将几十个土匪拉出去 全部枪毙 一个不留 土匪有什么好审的 土匪还要重拒 重他娘娘个腿 剩下的就是离婚案 从县衙排到大街 足足有两百多对 姐看堂下三人 左边的是皮匠 高右边 鞋垫少爷拐他老婆 鞋垫少爷不承认 不是拐 我们俩是两情相悦 庞大虎点头 这样吧 你给他两百大洋 重新娶一个 女人嘛 抢个什么抢 打街上多的是 眼看皮匠拿钱走人 庞大虎叮嘱 你们俩 以后不准再乱搞了 女人满面桃花 我跟他呀 死都愿意死一块 少爷也乐 我们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庞大虎闹闹闹闹闹 好 准了 眼看俩人被拉出枪壁 现场鸦雀无声 还愿意离婚吗 庞大虎问 下面乱哄哄的 都说 不离婚了 绝对不离婚 永远不离婚 这时 参谋长吉松松闯进来 不好了 北伐军打到济南了 民国18年 北伐军统一全国之后 庞大虎被逼下野 日本军阀为了扰乱中国统一 支持庞大虎东山再起 在东京 他们以欢迎国家元首的理解 欢迎他 唯一不同的是 其他国家元首 除了随从人员 只有一位夫人 庞大虎有一串 此外 日本人还答应 供给庞大虎私人借款 500万元 纵送步枪50万支 小炮1000门 机关枪5000艇 连同弹药 均有小型舰艇 运抵济南 会议是在暗地进行的 并未发表任何联合公告 不过 庞大虎在离开日本之前 曾经在机场发表了几句豪言 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也是世界改变我的一周 这的确是世界改变他的一周 跟随他的夫人 跑得跑 逃得逃 唯一留在身边的四仪态 也多少有点问题 很快 庞大虎打着 统一无期 则国家隐无宁日 障碍不去 则统一永属无期的口号 结合旧部 暗中启示 并约定所属旧部 在探安县会合 而他 则以为王母做民兽为题来掩饰 山东省政府的现任督办 派了手枪连跟随左右 明示保护 暗示监督 明寿答应当晚 来了不少人 各路省长 各路司令 可谓高棚满座 不过 其中最特殊的朋友 当属这位墨镜先生 墨镜小姐 他说他认识庞大虎 还说庞大虎也认识他 他还说 他父亲死了 被一个王八蛋杀了 庞大虎怒目愿重 哪个王八蛋杀的 拉雷枪毙 小男方冷笑 掏出墙连射三发 就这么着 庞大虎死了 糊里糊涂的就死了 他活着的时候糊里糊涂 死的也糊里糊涂 有人说 他一生有三不知 不知军队有多少 存款有多少 太太有多少 其实啊 他也不知道 他的儿子有多少 他更不知道 他儿子的爸爸有多少 他也不知道 他不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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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准备的都 他不知了 感谢观看